不大吉经 若人淡念阿弥陀 世纪无上深妙产业 这一句话是世尊在大吉经上讲的 那么诸位需要细心去参求 念佛不如常吗 诸位好好想一想 佛的发育 一万年轻 从佛灭度开始算起 第一个一切 正法是起 人根 淳厚 持戒就能尘修 依着戒律修行 就能证阿鲁汉苦 到第二个一切年 人的根性慢慢就大顿了 持戒不能成就了 要求禅定 在相法时期 就相似 没有一切那么真 接禅定成就了 佛法传到中国 正是相法的开端 佛灭度活一千年 第二个一千年 佛法传到中国 所以中国的禅宗特别兴旺 在大极经上说的 释迦牟尼佛的预言 修禅定能开悟 能证苦 再过一千年 三千年之后 如末法时期 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而且末法呢 末法一万年 已经过了一千年了 人的根性越来越顿 修禅不能能就了 用什么方法呢 念佛 末法一万年 念佛成就啊 那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戒不能成就 禅安不能成就 念佛能成就 这就像害病一样啊 正法时期的人 病很轻 戒律一致 他就好了 像法时期的人 害的病就严重了 戒律这个药没效了 用禅定这副药 洗 能帮助他 末法时期 病入膏肓了 没救了 戒律的法 禅定的法都不行 念佛能救 你说哪一副药厉害 还是念佛啊 念佛才是无上的 妙宝啊 能救末法 那是向法正法 遇到的时候 他能不成就 射加摩尼佛当年在世 劝导他的父王 佛为父王说什么话 说念佛法门 那正法时期 福在世 他不教他别的 对他父亲教念佛法门 求生净土 我们要细心冷静地观察 才知道 这个法门超胜一切法门 无量无尽法门当中 他排名是第一了 因此 乾隆年间 此云灌顶法死 在观无量受佛经注解上 他说的 我们如果遇到大财大难 所有尽叫法门都救不了 都没有效果 最后还有一门 决定的救 这门是什么 老实念佛 这一句六字鸿鸣 能仆度一切 灾恶 比什么样的精灾佛寺效果 都殊胜了 可惜 虚言阳不利 社会大众知道的人 很少 他们遇到灾难 去拜餐 拜凉黄餐 拜水炉餐 水炉大灰 灌顶法师告诉我们 如果这些餐息 都受不到效果了 念佛能受到效果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中风禅寺 他编辑的三十悉念法师 那是什么用意 所有参与的效果 都失掉效果了 这给我谢谢 念佛 依弥陀心 依一句佛号为主 所以这句佛号 用禅来说 无上生妙禅 就说一句佛号 或巴贵 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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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双元